这个女子叫野玫瑰 她人如其名 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美人 野玫瑰很希望有个人能收留她 只要能收留她并给她吃的 她就愿意帮你做家务 生孩子 如果让你遇到了野玫瑰 请问你肯收留她吗 务必记住自己现在的选择 在看完整部影片之后 希望你不会将她无情抛弃 男主名叫佐格 是一个维修工人 虽然他的薪水不高 但好在包吃包住 一个人生活的话 倒也没什么压力 直到某天 他在一家餐馆结识了野玫瑰 然后就被对方找上了门 野玫瑰称自己厌倦了服务员的工作 想要投奔佐格一起生活 佐格平时一人吃饱 全家不饿 现在突然多出一张嘴需要养活 他有点犹豫了 不过这种犹豫没有持续太久 佐格就被美丽的野玫瑰给说服了 小镇里的男人们都很羡慕佐格 因为他们都比佐格有钱 可为什么就遇不到如此厌服呢 野玫瑰的事情传到了佐格老板的耳中 他不知道是出于嫉妒还是什么 竟然让佐格把野玫瑰赶出去 理由则是他的出现耽搁了佐格每天的工作时间 佐格则反驳道 虽然我每天干活的时间的确变少了 但你看不到我的工作效率增加了吗 有了女伴我就有了压力 有了压力就会更有动力 佐格说的貌似很有道理 可老板仍不打算轻易放过佐格 他让佐格免费为小镇的房子重新刷漆 才肯同意让野玫瑰留在这里 为了不再过单身生活 佐格只能被迫答应 野玫瑰并不知晓这是份无心工作 他很开心地帮助佐格一起刷漆和洗衣做饭 闲暇之余 两人还会拍一些辛勤劳作的照片 当作留念 这天老板突然前来视察 在对方的冷嘲热讽下 野玫瑰才得知黑心老板的嘴脸 他愤怒地将油漆拖向老板的车子 然后潇洒地离去 佐格迫于生计 只能连连向老板道歉 回到家后 还要被野玫瑰指责懦弱 没出息 佐格则表示 只要能和你安稳在一起 就算把全世界都刷成粉色 又能怎样 难道要我出去睡桥洞 才算有出息吗 两人因此发生了争吵 脾气暴躁的野玫瑰 更是忍不住开始扔东西 直到一乡佐格以前写的文章的出现 才让野玫瑰停了下来 他开始入迷般地阅读这些文章 野玫瑰越看越觉得 佐格是一个被蒙尘的天才作家 他认为如果把这些书拿去投稿的话 肯定能被出版社所认可 佐格虽然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可他也没有泼什么冷水 因为只要玫瑰不胡闹 他就心满意足了 这天 黑心老板又来找麻烦 佐格正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结果被吵醒的玫瑰 直接带着一身起床气 就怒骂了老板一顿 老板也很生气地回骂道 就是因为这个连内裤都不穿的烧杯 才让佐格 野玫瑰反手将老板推下了木屋 并嘲讽道 我就算在烧 也轮不到你 佐格对此非常的无奈 他只能一边陪笑老板 一边去吼玫瑰 结果却是老板骂骂咧咧地走了 玫瑰也开始再次胡乱地扔东西 发泄情绪 佐格并没有进行阻拦 因为他开心就好 等下班回来之后 佐格以为玫瑰应该消气了 可哪知 他竟然一把火将木屋给烧了 佐格除了大骂一句 你疯了 剩下的也只有跑路的份了 玫瑰带着佐格 投奔了他的闺蜜阿花 阿花是一家宾馆老板娘 平日里生意也不怎么好 就连房间里的水管等东西坏了 他都舍不得花钱修 刚好佐格是一个维修工 他能住在这里帮修一些东西 阿花很是欢迎 玫瑰则完全沉寂在了佐格的文章上面 他非常坚信 佐格的作品一定能大火大卖 除此之外 他们还认识了阿花的男友艾迪 两个男人更是一见如故 相聊甚欢 同时我不得不赞叹一下这段演技 简直绝了 玫瑰已经将佐格的文章投稿给了出版社 虽然他很坚信 佐格会出人头地成为一名大作家 可在此之前他们还是要工作吃饭的 艾迪刚好经营了一家餐厅 两人就来到了这里 做起了临时工 佐格在服务客人时任劳任怨 可性格暴躁了玫瑰却不愿卑躬屈膝 仅仅因为一位女顾客的点餐要求太过苛刻 玫瑰就失去了耐心 女顾客见状想要投诉玫瑰 结果却是彻底将其给惹怒 玫瑰用叉子扎伤了女顾客 除了工作上的烦恼之外 出版社那边的进展也不怎么顺利 玫瑰每天都期盼能收到好消息 可一封封拒绝的信件却让她的心情逐渐沮丧 甚至还有一封说 佐格的作品就是一滩臭沼泽 把她出版出去只会造成精神污染 为了帮助玫瑰发泄情绪 佐格带着她亲自来到出版审核的家中说理 本以为让玫瑰骂她几句有眼无珠也就算了 哪只暴躁的玫瑰又在争吵中动了手 佐格责怪玫瑰太过冲动 玫瑰却怪佐格没有骨气 她那么侮辱你的作品你是如何能忍的 佐格很无奈 只能找艾迪借酒消愁 可回来后才得知玫瑰因故意伤人被警察带走了 佐格来到警局询问案情 结果却被警察夸赞你女人真令人佩服 他竟然做了我想做却不敢做的事情 原来这名警察也是一个写作爱好者 他整整投稿了27份作品 却被那群腐败的混蛋全拒绝了 但他委托了一位关系户去投稿 很顺利的就大赚了100多万 只是赚的钱被吃了不少回扣 警察告诉佐格不要放弃 投稿失败并不是他的作品不行 而是运气不好 因为那些混蛋很有可能连看都没看 对于警察的宽慰 佐格非常感激 但他现在最想要的是救出玫瑰 看在同为作家的份上 警察告诉佐格 他们那些有钱的家伙最怕死了 你知道该怎么做的 然后佐格就威胁审核 自己除了玫瑰之外一无所有 如果你让我失去它 我会让你失去一切 怕死的审核员只能无奈撤销了控诉 为了庆祝玫瑰顺利归来 四人举办了一场欢快的派对 可派对进行到一半 艾迪却收到了母亲的死讯 大家都感到很难过 只有玫瑰忍不住笑出了声 其实是艾迪的铃声惹的祸 只是佐格和阿花强忍住了笑意 三人陪同艾迪出席了他母亲的葬礼 他的母亲生前是开钢琴店的 艾迪因为忙于餐厅 自然无法接手店铺 于是就把钢琴店交给了佐格两人打理 反正玫瑰又不喜欢服务工作 让他们住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 如今的两人也算是有车 有房有事业了 虽然这些东西都是艾迪母亲的 可至少短时间内 他们不用在四处飘零了 尤其是佐格维修工的技能 更是赢得了周围邻居们的不少好评 某天 隔壁老黄家的孩子因为调皮 把自己繁琐在浴室里不肯开门 患有恐高症的老黄又不能翻窗户 最后还是在佐格的帮助下 才打开了房门 玫瑰似乎很喜欢小孩 就和孩子玩耍了起来 老黄为了感激佐格开始做饭请客 然后老黄的媳妇金发姐就开始不老实了 他故意在佐格面前给孩子喂奶 甚至还邀请佐格帮他测一下是不是账奶了 饶是法国人都比较开放 可这一幕还是把佐格给整蒙了 他赶忙以买酒为由逃之夭夭 傍晚时分 佐格为玫瑰准备了生日蛋糕 两人相互依偎欣赏着夕阳 玫瑰说如果他们能有自己的房子和车子 以及一家农场就好了 佐格安慰他说 以后我们肯定会有的 玫瑰继续说 他甚至想要个孩子 这次佐格啥也没有说 他直接用实际行动回应了玫瑰 不知道又过去了多久 这天玫瑰告诉佐格自己怀孕了 两人全都高兴坏了 佐格开始变得更加宠溺玫瑰 就连自己不愿再提笔写的文章 他也又重新开始写了 目的就是为了让玫瑰开心 因为玫瑰一直都没有放弃为他投稿的事情 某天 佐格在为客人送完钢琴后 顺便买了两件小孩的衣服回来 玫瑰健壮幸福地笑了 他很期盼小宝宝穿上这些衣服的样子 这对恋人开了个玩笑 几天后当佐格带着鲜花回家时 他却看到孩子的衣服竟然被剪碎了 原来玫瑰那天的侧孕只是误诊 当他去医院确定时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怀孕 诊断报告更是说玫瑰或许不能怀孕了 佐格见状让玫瑰不要自责 因为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改变对玫瑰的爱 话虽这样说 可玫瑰心里一难平安 他渴望佐格的作品能获得认可 可一次次拒绝的信件本就让他备受打击了 现在就连想要个孩子都成了奢望 如果是和别人发生了矛盾 玫瑰大不了和对方干上一架至少能解解气 可自己不孕 他除了怪自己还能怪谁呢 玫瑰的精神开始一天比一天恍惚 有时就连佐格在他身边他都感觉不到 佐格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为了让玫瑰开心 他男扮女装抢劫了一家银行 准备为玫瑰买车买房买他想要的一切 可归来时却发现 玫瑰在给爱迪的母亲献花时 又不自觉地沉溺在了精神幻想中 就连大雨林在身上都感觉不到 佐格抢来的钱没能为玫瑰带来快乐 因为他现在的心愿是想成为一个母亲 在一次约会中 玫瑰突然消失了 同时一个母亲正四处询问自己孩子的下落 佐格知道肯定是玫瑰拐走了他的孩子 最终他们在一家儿童玩具店找到了玫瑰 佐格不知道如何向别人解释 只能拉着玫瑰慌忙逃跑 虽然孩子的母亲没有报警追究 可玫瑰的状态却越来越差 直到某天佐格工作回家时发现了一辆救护车 原来是玫瑰太过自责不能要孩子 硬是狠心戳瞎了自己一只眼睛 护士询问了佐格和玫瑰的关系 当得知两人并非夫妻后 他们告诉佐格只有家人才能时刻陪床 佐格每天只能看望五分钟就必须离开 更让佐格郁闷无奈的是 他们一直都在被出版社拒绝的书 却偏偏在玫瑰入院后获得了认可 佐格多想把这一喜悦分享给玫瑰 然而病入膏肓的玫瑰却是什么都感受不到了 佐格询问医生玫瑰的病情以及多久能出院 医生却说玫瑰有很严重的精神疾病 为了别人的安全 他以后或许要永远留在精神病院 佐格因此和医生干了假 可他毕竟算不上玫瑰的合法丈夫 他想要带走玫瑰的想法没有获得许可 佐格坐在海边思考了很久 终于做了一个决定 他在晚上再次男扮女装潜入医院 最后亲吻了玫瑰一次之后 佐格亲手送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像玫瑰期望的那样开始写作 并时不时自言自语的和玫瑰聊天 就连桌上的猫咪都很疑惑 这个屋里难道还有其他人在吗 看完本片之后 我想问的是 之前说愿意收留玫瑰的人 在前提你不知道玫瑰是什么脾性的情况下 你觉得你能和他相处到哪一步呢 或许在遇到佐格之前 玫瑰就遇到过其他男人 只是玫瑰的性格似乎很难有人能一直包容他 当然他的这种性格也许是他的遭遇所造成的 还有他的不孕也是一个谜 如果他能早点遇到佐格的话 不知道两人是否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了 因为对于这个结局 说实话我很难接受